居委会的负责人带着三个警察到居民家中殴打居民 这个事情如果不是有视频为证 如果不是居民家里边有监控 说给谁 谁都不相信 但确实如此 这个居民呢只是由于挨打的这个居民的夫人 就是他的妻子在群里对小区的出口的风口提了个建议 我不管这个建议对还是不对 他没有危及到社会的安定 他没有危及到他人的人身安全 那么你带着三个警察跑到人家家里 把人家老公暴打一顿 当然说了 我看了不容算暴打 但是殴打绝对是达到了这个级别 性质真的是很恶劣 因为后面三个警察背着手在看 有点像我们看立地看血一样 或者叫立地看火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这个负责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或者说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这个事情他肯定是办杂了 也许出发的时候仅仅是规劝 也许他们到家里的时候仅仅是要去做思想工作 但是他带了三个警察 目的似乎有些不纯 即使是带三个警察是准备把这个居民带走 但是在带走之前爆发了肢体冲突 或者说是单方面的殴打 这个与哪方面都说不过去 这个据说是纪委啊 当地的纪委 纪委啊已经介入了 我觉得似乎应该先抓起来 是吧 先抓起来 再说党纪和国法 纪委介入这是党纪嘛 然后抓起来是国法嘛 他犯的不仅仅是党纪还有国法呀 那三个警察你还干着什么味啊 对不对 该该怎么处理就要怎么处理 你不能立地看火呀 老百姓虽然说了一些话 也许 因为当地的一些情况我们真的是不清楚 当地的疫情到了什么程度真的是不清楚 但仅仅是在群里说了一些话 我相信这个话真的 刚才我说过 不会危及到他人的生命安全 我们可以规劝 我们可以带离 但是责任人不在 说这个话的呢 是小孩的是这个挨打的人的妻子 你不能上去打人家老公 还当着人家家里的孩子的面 跑到人家家里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以前说有一个温情执法 即使是带人的时候 也不能当着小孩子的面 应该把小孩子劝开或者骗开 再把这个人带走 你不能当着人家孩子的面 打人家啊 你让这个孩子将来怎么爱党爱国呀 怎么对执法者有这个信任感呀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 一个我们肯定有一些规定要维护 我们肯定有一些事情要做 基层的干部是非常辛苦的 基层老百姓 你要知道啊 我不能 我这里不是说这个老百姓 说这个话就是对的 他做这个事情 我不说老百姓做的就是对的 因为真的是一时一地啊 有些事情恐怕之前已经有一些积累了 但是这个干部带着三个警察跑到人家家里 把人家打了一顿 也没有说比如说带走 比如说有履行一些正常的法律手续 即使是啊 把他带到派出所 人家派出所现在也不允许打人啊 我最可气的就是 我们虽然说法律啊 法律是神圣的 执法者的权利是不上的 但是你不能三个警察代表法律 在背着手立地看火 看着这个人殴打老百姓 你真的不知道法律两个字代表着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这那身衣服代表着什么吗 这个事情恐怕性是已经很恶劣了 真的 我从来不这么习致鲜明的说一些事情 因为他确实触到了大部分人的逆临 我们说有一些比如说黑社会是吧 上门殴打他人 我们说比如说居委会一些领导啊 比如说像这次居委会的负责人上门殴打 我都觉得这可以调解 但是如果你现在实际情况是他带了三个警察 上门这三个警察还背着手在那站着 如果是警察合着的一个人 三个警察合着的一个人 比如说要带离 比如说要把他带走 在过程当中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真的我觉得这个被打的这个人啊 我都能说过去 我都能找出一些话 即使是我觉得不情愿我要说 因为我们一定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一定要维护执法者的权利 因为他们也是正常人 他们也是仅仅是执行自己的职务 但是这三个人没有动手 他们在后边站着 他们在给违法者站台啊 那个人在殴打别人他在后边给人家为虎作传 这个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对于这种事情恐怕不仅仅是老百姓难以容忍 应该是所有人都难以容忍 不管是执法者还是普通百姓 这个事情错的离谱 那三个人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在路上是怎么商量的 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家里有监控 据说呀 等他们知道这个家里有监控以后 强烈要求把这个监控删了 这个预盖弥彰是吧 恐怕他们现在已经就是在被抓以前 他们等他们知道这个家里有监控的时候 并且把监控都拍下来的时候 估计感觉天是他的 天颜色都会变掉 但是你想没想过 现在好多老百姓家里都有监控 那种非常先进的那种监控 你人走他竟然会跟着你走 晚上他的存档期有一个月的 有个猫过 有个狗过 有个人过 有的家里都不是一个监控 因为现在尤其有汽车的人 活动里院子里 楼道里都有 客厅里都有 它不涉及私密 因为客厅是一个家庭的公共场合 现在没法收场了吧 有人说法律是尊严的 那么这次执法者办的这件事情 他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我想当地政府既然纪委已经出手 这三个执法者 这三个警察肯定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因为他们已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效应 这个所谓的居委会的前负责人 现在我可以肯定他已经是前负责人了 他不仅仅是党纪 恐怕国法也不会轻饶他 也为啊 好多人为之要借一下 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你要想到 现在不仅仅你是 你是执法者也好 干部也好 老百姓也好 不要善入他人的居所 强闯他人的居所 最佳一等 尤其是你到人家家里 几乎每个人的家里 他都有监控 而这个监控会把你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都记录下来 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 也许就是史前文明当中的监控了 我们对这个事情一定要有敬畏心 我们不是说提醒那些违法的人 我是说时代变了 我们好多事情不仅仅是不合理 就是你这么做 于道德不对 于法律不对 更是自掘坟墓 时代变了 老百姓保护自己的设备 条件也变了 好多事情真的 你是不能再做了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见